OK,把它拉一个水平,点一下,空白键一下,这样就可以 但是呢,有多余的线段,多余的线段部分的话呢,就是 各位可以看一下哪些是多余的呢 这边里面这一条线到这一条线 所以呢,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怎么样 就我刚刚所讲的,起点跟终点的那个原理 那不过它是一个聚合线,你只要选一个就好了 起点就是终点,就是一条线,这个框框里面 那这个框框里面呢,我只要点到的地方 我那条线就要删掉,所以第一个请你选范围 范围选好了之后,第二个选修剪 不用再按空白键,直接怎么样 针对你不要的线段,这一条 不过我现在如果点一下就会怎么样 没办法点,为什么呢 为什么 特别注意哦,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正列,正列之后呢,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图块 它是一个图块,它是一个物件 所以你要做什么呢?你要修剪之前,请你一定要怎么样呢? 分解 对,把它分解掉,不然它不会听你的话 所以选它之后,你可以先分解,然后再选这个之后 有没有,已经分解了 或者,其实分解是先按后按都可以了 这个其实有没有分解没关系 因为这个本来就要保留 OK,那我们来做一次 再来的话,一样就是我们先选一个范围 先选一个范围,我要的删除的范围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然后再按修剪 修剪之后的话呢,直接就把你要修剪的部分 delete掉,然后发现这边就修掉了 然后还有呢,这一条也不要 对不对 然后这一条也不要 有,有没有发现 然后最后按空白键,就是离开 这样有没有比较,这样还有删掉 对,有,OK,这样就完成了 否则的话,如果你不懂了这个方法 你要变成什么 点点点点,可以啦 慢慢修也是可以啦 土法练钢的人很多啦 我是教各位有效率的方法 尤其是你那个一堆线 如果你会这个方法 有的时候咻一下子,通通修掉了 感觉很好 可是如果你不懂的话,就慢慢修啦 OK 好吧,画面先还给各位一家试试看 特别注意,2012以后的版本 它的正列之后呢,就是一个图块 所以呢,你必须要把它分解掉之后 你才有办法进行那个边修 就是你要修剪或要删除的话